大家好,我是唐凤 请代表智慧发展部欢迎各位参加今年的资讯主管联席会 地方分组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轴是运用资料治理,深化数位服务 我们期望能够用多元创新的各种角度来深化智慧政府 提升政府的数位服务效能来打造服务型的智慧政府 数位发展部的核心理念就是全民数位任性 Digital Resilience for All 任性指的是遭受到不利的影响的时候 不但快速恢复,而且从中学习,从打击当中来成长 以政府数位服务来说,我们今年的施政重点 就是要推动零信任架构CTA 跟政府资料传输平台T-ROAD T-ROAD是在政府原有的骨干网络,也就是我们的GSN政府服务网 建置资料传输的专属通道 不但全程用机关凭证来加密 而且绝对不会跟外部的服务网段来连通 而ZTA零信任的核心就是永不信任持续验证 任何人不管在何时何地,只要存取到资料 都必须要对他的身份,他的设备,他的行为模式进行三重验证 这个即使是机关首长也不能例外 T-ROAD提供了滴水不漏的安全通道 零信任架构补足了严密的守门机制 因此,数位部将协助所有涉及全国各资的公务机关 最晚在明年年底,导入我们的T-ROAD跨机关资料传输专属通道 在今年年底之前,我们T-ROAD本身的管理体系 不管是T-ROAD借接到系统,他的operator,他的maintener 也都会去导入刚才提到的零信任架构 当然,数位部会从自己做起 从本部的MyData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平台开始落实 MyData平台的核心理念是 民众自主同意,资料安全取得 民众不用亲自零柜到场 只要线上身份验证自主同意 就可以透过MyData取得存在各个机关里面的个人化资料 让服务申办更加快速 我们在去年把MyData新增了 多人资料合并线上申办的功能 简化需要两个人以上一起办理的服务申请 以各个县市都有的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识别证申请来说 有些完全没有办法 自己开车的朋友可能会需要家人的接送 这样子他们就要申请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识别证 而透过这个多人合并线上申办 身障者跟亲属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 只要分别上MyData平台身份验证自主同意之后 受理的服务机关就可以一次在线上看到两个人应该减负的资料 大幅简化申办程序 去年屏东县政府就已经率先借鉴推动失败 此外 数据部也将逐步推动数据公益 让个人还有资料的持有者自愿提供资料 经过隐私强化技术的处理 好比像说联邦式的学习 同态的加密 或者是说现在所谓的off-site tuning等等的AI的技术 把这些无偿提供出来 提供公益创新来使用来造福社会 为什么我们要推Data Altruism数据公益呢 那就是因为数据不是稀有才 是一种反竞争才 数据也就是无关各资的资料 Non-Personal Data越分享给别人 对自己也越有帮助 我们就是秉持共创共好的精神 从每次的联席会议出发 持续跟各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先进一起协作 创造更完善的数位服务 最后非常感谢新竹市政府 协助筹办这一次的活动 也再次谢谢大家远道而来 在此祝福大家一切顺利 Live long and prosper